首档动物真宠秀 一地大冒险 我们天真烂漫 无厘头 让你抱笑连连 我们勇敢坚韧温暖 带你体备人生哲理 四川卫视3月23日起 每周三晚十点半 我们的朋友与你蒙暖相约 大家好 欢迎走进宠物的秘密生活 曾经寂寞的我 和五个汪星人房客一起 组成了小小的幸福家庭 度过了许多难忘的美好时光 我的秘密武器 宠秘之家印章 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可以获得宠秘之家节目组的帮助 我们的衣食住行 都靠这个小小的印章 然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却直接威胁到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好了 就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 一大早什么紧急通告啊 我得赶紧看看 这是王道通知 我还以为什么紧急通知 有宠秘之家作证 这里印象最安全了 哪里来的什么盗贼 看我的飞天猴抓手 就这点事 打架我睡觉 我这是哪里啊 怎么轻飘飘的呀 我怎么会走到书房来了 我的宠秘之家印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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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我的印章被偷了 给我尽好啊 我怎么又坐到餐桌上来了 大伙也都在 大家就是在等宠溺之家上餐吗 今天怎么上得这么慢啊 肚子好饿 怎么回事啊 糟了 忘了印章被偷了 没有印章 我怎么找宠溺之家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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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没吃饭了 我也快撑不住了呀 幸好王子出眼门了 不然也要跟着活受罪啊 大家再坚持一下吧 真的好饿呀 不知道这衣服能吃不饿 真的好饿呀 不知道这衣服能吃不饿 好冷的风啊 大家都靠近一点吧 大家都靠近一点吧 好冷的风啊 热乎 只剩最后一个馒头了 大家分着吃吧 猪猪 我知道最难喂的就是你了 每一发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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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了 想不到没了硬仗 就落得如此下场 好可怕的梦 还好我还在家里 还好是梦 吓死宝宝了 为什么会做这么可怕的梦 对了 那张防盗通知 在哪里 我怎么会丢了这么重要的通知 在哪里 在哪里 你找到了 我得仔细看看 社区提醒加强防盗 加强安全防护 保管各自财物 这个有贼 贼 来不命啊 不行 我的硬仗 我的命根子 从今天起 你和我寸步不离 月黑风高 不会有贼吧 我好困啊 不能睡不能睡 不能睡 不能睡 不要睡 不能睡 先说 好 还好宝贝还在 原来是打雷啊 自然还不现身 这可怎么睡啊 有贼啊 好可怕的梦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得想点法子呀 阿收走 我们去看看社区是怎么放到的 学习一下 这机场好强大呀 阿收好好看点 黑胡去看看树上是什么可疑的东西 好样的黑胡 哇 好强大呀 这样的威慑力 到底怎么敢来呀 对吧 阿收 威慑力 有了 阿收 我们回家 我知道怎么放到了 家里这么多狗 还怕盗贼吗 有了这个恶群警告 看那个贼敢进门 这群猛犬 这群猛犬 能有一点威武霸气的样子 我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书中自有犬护架 书中自有防盗树 看来最简单的 是选一个护卫来守夜呀 这些防客中谁能担此大任呢 警觉性一定要高 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群家伙果然都昏昏欲睡了 越是懈怠的时候 越让盗贼有机可乘 只有最警觉的狗 才有资格当护卫 是时候了 看招 这群家伙果然是 战斗结困你一头血了 好样的 封你们浴前看门侍卫 从今晚起 在我门口守护宠命印章 ograp 那 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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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喂? 我懂得喂 也有意味他 他不懂 有意味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 玩具老鼠而已 大惊小怪 继续之前 不好有贼 马生我来了 你听到什么了马生 蠢货 滴水有什么好怕的 不许再一惊一乍的 来吧 大惊小怪 出大事了 保安巡逻你也叫 长点脑子行不行 马生 马生 这就没法睡了 闭嘴啊马生 这样下去不行啊 看来得动真格的了 我要来一场防盗大练兵 一张小小的通告 一串惶恐的噩梦 让作为一家之主的我深深担忧 宠蜜之家硬件的安全 事关大家的幸福生活 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硬件是否真的会造贼呢 我们还会出什么奇招 来一起所谓宠蜜硬件呢 编号 弱肉强食 自然法则 逝者生存 强者的世界 野兽正步步逼近 狂野的非洲 人与野兽 探索共存之道 非洲生存日记 马拉维共和国 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 国家的三分之一是马拉维湖 国家也因此而得名 沿着湖滨县做了这几个小村庄 而湖水的那一边是马拉维湖国家公园 是许多动物的栖息之地 动物和人类就这样和睦共处着 没见过你啊 你才搬来的吗 跳短短了 我来的时候还没你呢 谁能够想象得到这看起来如此憨厚老实的河马 却是这一片水域当中脾气最暴躁的家伙 沿着湖水往上走进内陆地区 可就没有这么平静了 原本人和狮子隔着卢安瓜河遥遥相望 野生动物和人们以河为分界线 分别居住在两边 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 可是连续五年的干旱 使得河里的水越来越少 因此动物和人的天然分界线也逐渐消失了 夜幕降临 我们设置组赶着要回大本营 仔细看 是狮子 他们怎么会走到这儿来了呢 这里可不是他们的地盆了 而且顺着这条路往下去 那是咱们的村庄了 他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动物和人的距离真是一天比一天拉得更近了 烈日下人们正享受着午休 山羊也在周围悠闲地吃着午餐 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突然 山羊的神色有点不对劲 他们才尽量地靠近着羊群寻找猎物 他们才尽量地靠近着羊群寻找猎物 看 他们迅速进入了捕猎的模式 压低了身体 寻找着目标 还没有等山羊搞清楚状况呢 早已锁定目标的狮子 已经连续扑倒了好几只山羊了 捕猎的人们赶紧跑了出来 大声地吆喝 可是你想想 千辛万苦才找到食物的狮子 怎么可能轻易地松口呢 原来因为长期缺水 草食动物们为了寻找水源都下山了 因此野生动物们的食物链出现了问题 找不到食物的狮子 最后走到村庄来觅食 怎么办呢 人们终于想到了补救的办法 那就是给它们来个乾坤大挪移 动物大搬家 具体来说就是先捕获它 然后再把它们转移到 本该属于它们的地方 因为同时要转移很多的动物 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装备 今天我们要捕获的是 体积小小的草食动物 准备用围网的办法 可是网还没有围好呢 一些家伙们已经开始暴躁起来了 看来是突然出现的人群 把它们给吓坏了 人们也被这突发情况弄得有点手足不错了 动物大捕获还没有开始 已经有了这么多动物横冲直撞 搞得人羊麻烦 那总共得有多少野生动物 跑到人类的生活区域 而需要我们迁徙呢 放开我 放开我 当务之急 是先捕获已经被圈起来的家伙 哎哟 这些家伙还跑得真是够拼命呢 不知道原因的家伙们 肯定是把人当作了他们的敌人 那叫的叫一个撕心裂肺 哎哟 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空手套羚羊吗 羚羊们无法理解人们的用心良苦 跟你们怎么解释的清楚 要是我们人类会有点什么羚羊羽啊 鸟羽啊 可能要好得多吧 哎哟 今天那边怎么了 怎么这么热闹啊 嘿嘿 马上就该轮到你们热闹了 哎呀 没事长那么长的脖子干什么呀 你看这 整的难度多大呀 这一种大型的动物搬家 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装备 而且事先要准备周密的捕获方案 首先从高处掌握整体的分布和位置非常的重要 这里居然有脚马群 这些家伙又会发生什么大事了 跑得不要命啊这是 看 还有长脚鳞 这才叫做是村子虽小 可是什么鸟不是什么动物都有了 其次掌握场景录得大致的移动的路线 在他们必经之路置上设置三角形的幕布围栏 最后再利用直升机把动物们赶向围栏的方向 这是针对于食草动物捕获的最基本的方法 现在整个非洲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来维持着生态平衡 把动物们送回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去 这一次还真是多亏了机长啊 高超的飞行技术 才能够准确地将长颈鹿赶到这指定的位置 藏在幕布后面的人看到长颈鹿进入指定的范围之后 再用幕布一步一步缩小范围 直到装到大卡车上 这样才可以让更多的动物安全地搬家 这样才可以让更多的动物安全地搬家 随着大的幕布慢慢地关起来 长颈鹿家族的搬家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这一次轮到脚马了 这一群单纯的家伙只顾着埋头向前冲 自然而然地就钻到陷阱里边 糟了 中招了 中招了 趁热打铁 动物大搜捕还在进行中 这一次轮到了长着漂亮脚的长脚鳞了 在警报声的驱赶之下 长脚鳞们也是乖乖地跑进了准备好的围栏 这个是水管吗 每个脚上都带个水管 这是啥意思 原来这是长脚鳞专门有的待遇 这是一个特殊的脚帽 防止在移动当中他们互相造成伤害 也别说 是不是有一点齐天大圣同款的感觉呢 辛苦了一天 大概成功捕获到了一百五十头的草食动物 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 把他们转移到公园里资源丰富的地方去 哎呀 长腿哥哥们 到了新家就好好生活 可别再跑下来了呀 同一时间 离合最近的恩资曼卡村庄里 有一只河马自由自在地在人家的后院里面闲逛着 高哥子啊 你们不是被送回公园去了吗 咋还在这儿呢 还说呢 你个短腿还不是怪你们坏了我们的名上 哎呀 你看这再高的围栏对于这大长腿长脖子的长颈鹿来说 都只是形同虚设啊 最近河马是走到哪里破坏到哪里 这里的村民也是伤透了脑筋 看来昨天晚上是又有动物闯进了农田里边 肯定是短腿河马的杰作了 种在区还是农田 瞧 这地里边大脚印的还清晰可见呢 哎呀 看着辛辛苦苦耕种的田地被破坏得如此的严重 农夫们那是一脸无奈的坐在田梗上 吧 这种 move这些 出发的好 KEYC 得出发的小怪 出发的小怪 这种运作是小怪的小怪 小怪的小怪 嗯 好了 所以荒涵来自河马的河里 来这里,然后吃了这些 然后吃了小怪的草莎 那里边荒涵来这里 几� Hel ions 再有终的小怪 也許今晚會在這裡 為了把這些破壞農田的河馬趕走 大家可真的是絞盡的腦汁啊 啊不會吧 這是驅趕河馬的特殊裝備 呵呵是太特別了一點兒了 晚上到處找吃的白天睡大覺 真是拉他們沒辦法了 咱們牙齒好 吃滿滿香啊 媽媽你嘴巴裡面好香啊 這是地瓜的味道 晚上也給你帶點兒 對於已經嘗過農作物甜頭的家伙們來說 每天到田那邊取食 已經成了他們固定的行程了 這看似平靜的非洲大草原 人和動物的暗戰 是仍在繼續著 哇今天還去呀 這乾涵弄得收成已經少得可憐 你還要不要人家活命啊 晚上巡邏的青年又發現了河馬 這看起來憨厚遲鈍的家伙 其實在非洲 卻已經算是最大的破壞者了 河馬會毀掉所有入侵他領地的一切 就怕的是河馬已經把人們的村莊 也已經落入他的地盤了 看我幹嘛 我可是素食主義者 原本可以隔離野生動物和人類的分析 海邊界線如今已經消失了 動物們跨區來找食物 已經是擋不住的事實 聽說有動物擾民 動物園的園長來了解情況 哇好大的腳印啊 真是鐵正如山啊 看來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 為了生存 開始侵入了人類的領地 但是你換位思考一下 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 這片土地原本就是屬於動物們的 所以說應該算起來 是人們搬進了他們的領地 而為了自己的生存 又才圍起了圍欄 那麼這麼算 到底是誰 是誰的入侵者呢 所以你每天都搬進去 整天都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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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做的事 就這樣圍欄倒了 可以再次浮起來 可是想要捕獲這一些好勇都狠 皮羞又暴躁的河馬們 那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了 於是人們為河馬 專門打造了一個特殊的大陷阱 首先要製作出能夠抵抗住 暴脾氣河馬的大型的陷阱 再用河馬喜歡的甘草來引誘他們 哇這誇張了吧 做得這麼結實 怕是恐龍都跑不出來了吧 我們有的設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完美的視頻 從這裡的他們 和他們在內的地方 哇哥們那啥呀 沒見過呢 我咋覺得有人在堅持我們似的 敏感的河馬到底會不會進入陷阱呢 在這兒守了幾個晚上的獸醫 只是用手電筒掃了一下 眼看就要進陷阱的河馬 那是轉身就跑掉了 哇這也太敏感了吧 幾天又過去了 幾天又過去了 然後我只是等著 一人離開門外 河馬經過五天的試探 才開始慢慢地放鬆了警惕 在甘草附近轉轉悠悠 抓到了嗎 趕緊去看看呢 有三隻河馬媽媽和兩隻小河馬 淡定先淡定啊 明天就放你們出來了 天亮了 趕緊去瞧瞧 三隻河馬在幹啥呢 放我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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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吃地瓜 哎喲 還好陷阱做的結實啊 早知道就不貪吃了 And we're just gonna irritate them through the sliding door into this aisle way and then we'll force them up the ramp into the truck This is the truck that they're gonna be transported in 聽到車子的聲音 河馬媽媽又開始煩躁起來了 哎喲大嬸了 你這脾氣是真的改改了 河馬們看到出口 一個個了是爭先恐後的要出去 急到我了胖子 你比我胖的短腿 就這樣河馬家族安全地上了車 為了不讓這些傢伙再受到驚嚇 小心地搬運著 工作人員在國家公園裡 給他們找到了美麗 而又適合他們生活的湖水 啊這裡就是你們以後的新家咯 開門了 心急的大兒子先跳了出來 接著是擔心兒子的河馬媽媽 最後才是膽小的小兒子也跟著跳了出來 就這樣河馬家族回到了他們的生活 回到了他們的世界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開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